之後要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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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幾百部車在那個範圍 那一刻我又下去了 然後咬了幾句 然後便開始繞車 人又擔走了 上車了 想死就是了 心都孫了 新車落第三個月 尽管事情已过去近一个月 货车司机陈师傅至今仍既已犹新 7月21日 香港部分激进示威者 在中环堵塞道路 大量车辆无法通行 陈师傅从炮台山要送货到上环 正好被人流围在了中央 本想下车理论几句 谁知黑衣潮迅速涌来 雨伞 铁棍 木棒 一下一下落到陈师傅的身上 随后陈师傅刚出场三个月的新货车 被示威者砸烂 人被打伤 养家糊口的工具没了 维修费高达50万港元 在之前的某次采访中 陈师傅用三个词 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 穷途末路 想死 很心酸 再次见到陈师傅 他刚从上环的一家跌打医馆里出来 腰部新商家就换 陈师傅每隔几天 便要来这里治疗一次 说起近一个月前的那场纷争 他却连连摆手 说着过去了 不提了 没意思 陈师傅觉得 现在有意思的 因是学到了什么 以及如何继续走 说完 麻利的钻进车里 启动 开箱目的地 爱心 感恩 是陈师傅在接受采访时 频频冒出的词汇 事件发生后 陌生人的上意和爱心 如潮水般涌来 鲜花 零食 鲜满古力话语的爱心卡 和数额不等的资金 从四面八方 以各种途径 交到陈师傅手中 这让他始料未及 也让他的心 慢慢暖起来 我推了很多 真的想中筹 筹钱 端钱 真的有意心 他们比金钱 更珍贵的东西 是支持 已经可以令我在这三个月 度过最艰难的时间 善款夹带的善意 让陈师傅的世界 慢慢有了色彩 他开始去关注身边不同的事 开始关注这个事件中的人 开始从多方面 去看待这个问题 他发现 还有无辜市民 正在受伤害 他发现 镜中职守的警察 正在被抹黑 于是 一个报恩的计划 慢慢出现 我其实今次学识 在不同方面 在同一件事 我是第一个 我发生一件事 我是第一个 但我都不是最后一个 他们今次教识我 就是一个帮一个 希望下一个 再帮下一个 大家都说 如果一个 害一个 那个人被人害了 如果他又想去下一个 那个人都害人 希望反而 有爱 1312 在月月中的读音 与一心一意相同 是陈师傅 被砸烂的货车的车牌 曾代表着 他对妻子的爱 而现在 有了更多的含义 他开始去寻找 那些在事件中 受伤的民众 开始用大家 捐给自己的上款 汇出一张张 1312元的爱心支票 开始关注正能量的活动 亲身参与 用自己的力量 为大家带去 一心一意的支持和祝福 损失很多 得到的更多 我以前 比较自私的人 这些无关同样的人 我不需要理会 原来不是 为什么我不接受 太多的 捐虎或者多了的 我怎么永远涌发出来 因为 原来爱心是 真的重要 现在也都想做 有意义的事 提起曾殴打他的示威者 陈师傅停顿了许久 他似乎更愿意 用年轻的下一代 去存护他们 如果以后有机会 他希望能和他们一起 喝杯茶 聊一聊 将爱心人士 教育他的善意和爱心 交给他们 人不可以逼一个人 改变 要改变 唯有自己 他们未必听 但如果他们很听 我也都很愿意 将人们的东西 给他们 我为什么要 劝他们 其实机会永远都有 我走出来 我对这个世界 我可以很负面 但是也都有机会 可以很正面 我现在做些 正面的事 就好了 陈师傅的生活 在遭受到门烈撞击后 又慢慢地恢复了瓶颈 现在的他 开着新租的货车 继续在熟悉的道路上奔驰 日子 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但身边 开始多了一帮 各行各业的朋友 手机的通讯软件里 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 谢谢用来 身体的伤害在 陈师傅称 但有些东西 更值得被记得 你说记不记得那件事 我会记得 但是你说 我有没有不开心 我不是不开心 而是说 怎么样反省 不要不记得 人家 对我作出的时针 我尽量要记住这件事 因为真是 这个世界原来真是有私音望望播 他们真是 这个是我报应给他们的方法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也许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也许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